这是我见过最惨的男人,短短三年内,经历了七位亲人的离世,三年前的一场车祸,带走了五位亲人,他夜之间成了孤儿,而同为孤儿的未婚妻,还是个病样子,男人套光家底为妻子治病,命运却并没有眷顾过他,妻子还是因病离世,接连的打击,让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他四天不吃不喝,打算把自己饿死,可昏倒在路边的时候,被两个好心人发现, 送来了医院,经过检查发现男人并没有什么疾病,只是单纯的饿晕了,而当护士询问这一旁忙前忙后,照顾着小伙的大妈时,发现对方跟男人并不认识,只是素不相识的路人 你是他什么人,我是路人,是有安全感,我可以认他,好,还不肯来医院 起初护士并不相信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上,就算一个路人摔倒在马路上,我觉得是没有人敢去服的,所以我就很质疑的 护士在了解相关情况的时候,男人却只口不言,对待所有问题都摇摇头,连联系他的亲属他也是不愿意的 考虑他身体并没有什么毛病,就买了一份饭给他,先缓解一下饥饿 但已经饿了几天的男人,对递上来的饭菜无动于衷 任凭护士如何劝说,他也一直低着头,再次张口的时候,他的悲伤几乎要从眼里涌出来,自己的妻子前几天去世了 护士劝说着,就算亲人离开,也应该照顾好自己,生活还要继续你还年轻 可他们不知道,男人经历的伤痛远不止这些 接着男人调整呼吸,说出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事实,在场的人都沉默了 这个男人用短短三年时间,承受了正常人需要用一生治愈的伤痛 从2012年到2015年走了七个 2012年那一年,一场车祸带走他的亲生父母 妹妹妹夫一级第一个对象,他还没消化这份伤痛 几天前自己的现任妻子也去世了 这戒而连三的打击,让年纪27岁的男人再也承受不住 他整整四天立你未尽,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 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心疼他 想来这份伤痛,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懂 护士在病房里借来了可以调节高度的桌子 希望他能够舒适的吃一点东西 送男人来医院的大妈也去劝说着 陌生人的关心亲人的去世 一时间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 男人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原本一心赴死 可面对陌生人的关心照顾 他表现得不知所措 27岁的年纪,有手有脚怎么不能活下去 他们劝说着男人,希望他不要放弃生命 人生有好多坎坷要面对的,好吗?来,是吧? 终于男人听话的张开了 边说边哽咽地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说过他没有办法 去年妻子查出患病 他透光所有积蓄只为了能留住妻子的命 可最后仍旧失于愿违 一场癌症和一场变故 又接连带走了男人的两位未婚妻 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三年之内 七个至亲的人都离他而去 男人绝望了 27岁的年纪却走完了别人的一生 听他哭诉着自己的遭遇 善良的路人阿姨 耐心地把肉一丝丝加开 像为自己的孩子一样 为着他一点点吃下去 并且一直劝导着他不要想不开 男人听着却仍旧没有什么希望 他说不是没有尝试着活下去 可在上海找工作已经两天了 身无分文的他根本找不到工作 知道男人有这方面难处 大妈答应可以帮他一起找 这时候男人的眼神中 终于有了一点光 大妈看着男人的精神缓过来了一点 护士和大妈继续劝说 希望他哪怕只有一个人 也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男人也终于大妈的安抚下 露出了一丝笑容 尽管生活给予了很多的苦难 但也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最后在大家积极的轮番劝导下 男人走出了医院 相信未来的路 他应该能走得更加坚定坦荡 谢谢大家